我不想要點正餐欸 因為我們等一下很快就要吃火鍋了 我只想點一個薯條 Thank you 謝謝 很快樂 美麗是很美麗 Yes! Yes! 好生氣的 我都跟他要了Mayonnaise Mayonnaise 這個本來人家沒有啦 是我自己跟他多要的 那老師剛剛說不好吃啦 會不會開罩啊 因為窗口都是背光的啊 有什麼新聞是一定要現在讀的嗎 Oh! Thank you Thank you Oh! Thank you Do you need a milk? No, it's okay 光聞到味道就感覺好香喔 我們經過這邊外面很多次了 每次都想要進來 但怎麼都沒有進來 為什麼我忘記了 每次看到好像很多人 每次都好像客滿 但今天我們剛剛以為還是客滿 但其實是有味道 終於喝到他的咖啡了 它是酸的 可是是一個很酸的酸味 我不會說很好喝 只是我下次來的話 我不會點吧 我會點配牛奶 有些地方是你一桌起來喝 所以我會覺得好難喝 這個我就是可以跟妳聊個一下午 然後這杯好好喝完 我還是不知道妳的重點是什麼 但是我總結就是好喝啦 胡椒很好吃啊 我最喜歡吃這種薯條 外面要很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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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裡面要很細膩 然後裡面是薯泥 昨天我們太早 早上五點就起床去工作了 所以我今天還是有點 現在老了熬夜一天 要補三天才補回來 但是好險有這杯咖啡 可是我喝完了之後 Suvia's back 怕不怕 我要開始那個囉 變活潑囉 大家音量要調低囉 剛喝的咖啡很好喝 所以我們走的時候 順便外帶一包咖啡豆 現在我們要去買起司 因為明天我想要煮Pesto 好久沒有來金沙了喔 今天是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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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沒有來金沙了喔 今天是週末 但是還是沒有什麼人潮 第一次來金沙的海底 老有點不知道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1 2 看到了就在眼前 這邊有打過電話來嗎 有 嗯 隨機那麼是 隨機囉 好 有點右鍋 對 你們又一來鍋一個 欸 雖然是一人小火鍋 但是窗戶一打開 就感覺還是在一起吃 我要魚丸 我真的最近 欸 可是明天我會吃兩道糊 算了 現在那邊都不能自己去拿調味料 他在這邊桌上要先畫好 他會直接幫你送過來 如果你實在看不懂的話 他剛才給了一個對照表 讓你可以看著選 可以幫我盛你那邊的湯嗎 菜都來了 還看了嗎 我不想拍了 我想要趕快吃了 火鍋這個東西一個人吃實在太麻煩了 那以前像台灣的話就有很多火鍋店 都是有那種一人份的小火鍋 那新娘婆就比較少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一個人出去用餐 但是我是那種 我敢一個人出去吃一個大火鍋 或是一個人出去吃韓國燒肉那種人 所以我跟老師今天就來金沙這個海底島火鍋 因為他們有一人份的小火鍋 我們就刻意做隔開 就是拍給你們看 你要很嫩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是要Well done 這個可以了 我先給你 我的第一口我想要沾油碟 我覺得肉類如果煮麻辣鍋底的話 特別適合沾那個油碟 麻油蒜泥蠔油碟 因為剛剛講到這個我就突然想起來 以前我剛去澳洲的時候 因為沒有朋友 就真的很想吃火鍋吃燒肉的時候 我願意搭火車喔 來回四個小時 去市區 然後吃烤肉 然後吃完我再自己坐車回家 然後我那時候一個人吃火鍋 吃韓國燒肉吃到 就是我一個人會點一桌菜嘛 然後店員都會問我說 你等一下是有朋友要來嗎 然後我就說沒有啊 我一個人 然後我還記得那個韓國燒肉店 還說哇你好厲害喔 我第一次看過女生一個人自己出來吃韓國烤肉 然後我就想說沒關係啊 反正我就先點然後全部煮好 真的吃不管是我在打包回家 結果我就還是可以一個人出來吃 海底刀吃這種一人份的火鍋 只有在金沙這邊有 其實它飯店是沒有的 這個黑色的毛毒超好吃的 你以前都不敢吃內臟牛毒 你現在敢吃了吧 進入了內臟的世界之後 是不是覺得人間美味 新鮮的好吃 這從海底刀出了手工豆泡之後 我就再也不想點重豆腐腐竹還有豆皮 我覺得這個就變最好吃的那個 我懷疑我們的包廂在裝了竊聽器 你剛剛講完它馬上 而且我看它看起來是沒聽到 可是它立即轉過來就幫你換電池 不然我們再試試看要不要 我好想吃濕瓜喔 好想要吃冰淇淋喔 因為我想起來上次我們只是 其實在吃完的時候 它不是會送那個Copico的糖嗎 我們只是很 我只是很無心的 所以就說 好久沒有吃Copico了 好好吃 結果結帳完走出去 他都給我一大包 然後他就說是給你回家慢慢吃 他就說 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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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你們怎麼吃這樣 我每個禮拜有看你的那個 喔喔喔喔 謝謝 那每位是台灣的 喔喔喔喔 哈囉 好密切喔 喔喔喔 謝謝… 喔喔謝謝 欸你看 我笑到汗都流出來了 小姐 你們這邊會不會有人下午帶著電腦來做工 然後邊做邊吃 有 都有 所以你們不限時間 我們沒有限制時間 喔喔 那我現在要來 我要帶工作 我要一邊做一邊吃火鍋 七點半喔 嗯 今天是哪兩隊啊 是你的球隊嗎 你還要吃豆泡嗎 今天我們家要吃青醬雞 雞肉義大利麵 是被我一個同事燒到 沒有啦 就是也是在新加坡拍YouTube影片的一個馬來西亞女生 她的DOO 我們現在來打醬 我去餐廳的時候很喜歡點青醬類的任何義大利麵 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做 然後我的食譜就是參考DOO的 她的影片做法步驟看起來超簡單 但是我還是有就是按照我自己的習慣調整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來打醬吧 我會先到 然後 橄欖油在裡面 頂在刀上 再來我們把Basal的葉子 丟進去 因為我覺得Basal很容易就氧化了 所以我剛才會先倒油 我想讓油就是把葉子都包裹住 等一下就比較不容易變黑 這樣義大利麵的顏色會比較好看 接下來我們來放松子仁 你們看這個顏色是不是很漂亮 因為我剛稍微拿平底鍋把它烘烤過 就是讓它的香味油脂都跑出來 這樣等一下我打醬會比較香 因為我今天從超市買回來的時候 你看 就是這樣白白的 它沒有什麼味道 OK 再來我們放四顆大蒜 再來放黑胡椒 再來放黑胡椒 我覺得吃義大利麵好不好吃 起司很重要 所以我跟老師昨天還特地去了cheese bar 然後問他說如果我要做pesto 要買哪種起司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個都碎掉了 你看就是這樣一塊一塊的 它是拿很舊的給我們是不是 可能它的那個 質感不同而已吧 我看都碎掉了 聞一聞啊 好不好很香 你看都一塊一塊的 好像什麼冰糖 那我們現在就我拿最大塊的好了 我們來跑點去 因為起司粉燒加在裡面的 我多吃一個看好不好吃 喔 我覺得抹起來的樣子是我想要的 還滿 還滿不錯的 好吃嗎 嗯 有冰香味嗎 沒有 有冰很久的味道嗎 沒有 如果有的話我現在就去找他 我會去找老闆 毀了我的影片 如何 好吃 好吃 嗯 好吃 最後一步我們把跑好的起司粉就 撒進去 不要浪費 你聞到味道嗎 有啊 而且那個顏色看起來就 跟超市買的那種罐頭不一樣 啊 對啊 顏色看起來就很新鮮 而且我們有打到很細 因為越細它越容易氧化 等一下萬一我怕煮出來就 因為我們要拍片嘛 就是可能時間拉很長 我怕等一下就黑掉了 我們來煎雞肉 今天買的是雞胸肉 先倒一點油 油跑來跑去跑得非常快 代表它已經熱了 我要來下雞肉囉 我皮朝下 我們先煎一下把它定型 等一下我比較好切 因為你看這樣如果是生的話 就軟軟的 這樣切就會滑來滑去我不喜歡 雞肉我就先煎個大概大概 你看這一面有雞皮的是 看起來好像是熟的 其實另外一面完全是生的 因為我還要切片 切塊 所以先等一下 這我就是最近在淘寶上面看到一個 他們切沾板子的那個 切菜的墊子 因為他說他不會串位 我來試試看好不好用 應該是這一面炒上 現在就切成 我們喜歡的 一口塞進去嘴巴的大小 你要切塊切絲切片 我都沒意見 切塊吧 對啊我是在切塊啊 切絲好像 好像不好看齁 搞不好有人喜歡 塞在嘴巴裡面的時候 是一絲一絲的 欸餅你看他整個切下去 他還是會破啊 所以那個油還是流到砧板上面啊 根本就不好用被騙了 撒一點黑胡椒 讓他自己在這邊醃一下 把雞肉丟回鍋子裡面 煎到熟 我要一人份一人份的做 先這樣 雞蛋旁邊邊煎 我們一邊煮義大力麵 今天用的是什麼 你買什麼 雞蛋麵 這個我超想吃的 餐頭 很像米包 對耶 麵 麵好了 盒子剛剛說要煮六分鐘 但是我只有煮四分鐘 因為我要把它 繼續拿到這邊 跟雞肉一起煮一下 不用拿太乾 可以帶一點土麵水 沒關係 有點不夠 我再加一點 這樣再讓他煮個兩分鐘 這邊我們都不要加任何鹽 因為Pesto裡面有起司 起司就有鹹味了 而且剛剛煮麵水裡面 也有一點點鹹味 麵已經煮軟了 我們現在來加Pesto醬 少拌出 這個麵煮起來 是要有一點點醬汁的 所以剛剛倒煮麵水 不用擔心 就是倒到這麼多的分量 再加一點起司 這已經在驗口血了 有聽到嗎 沒有 希望沒有入到我驗口血的聲音 現在起司會變更濃稠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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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可以吃飯了 最後再放一點起司 最後還有一個 好 可以吃吃看 我覺得我第一次做 好像是成功了 至少從外表上看來 我也想 我沒有騙你耶 真的很好吃 真的嗎 我覺得是那個 我們選的起司 喔 真的我上次在那個超市買的 做 不好吃 我剛剛在抹那個起司的時候 我就知道今天的麵會不一樣 i never thought in the wildest dream i'd see you again never dreamed about nothing else other than you i always thought i'd be waiting waiting in vain but suddenly there you were never thought